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00分影片 为你做足100分 咦?他不是低能?他为什么会做到神仙的? 车!原来是被人少跟着神仙的 YOU! 有没有搞错? 搞什么错? 你们搬车在哪里? 还有神仙用这么多话? 有没有搞错? 由Alex和Darren主持的两个小神仙 快点出来吧 刺完锁要杀我们的猪盗 快 15分钟后出白虎 差不多煮了点菜 你快点去煮汤 我要去铺桌布和放下筷子先啦 嗯 搞定 差不多了这些菜 你快点去铺桌吧 哦 将来 开饭啦 叫人出来啦 吃饭啦 吃饭啦 可以啦 为什么他还不下来呢? 他说就下了喔 哈哈 猜这么久他现在还不下来? 喂 下来吃饭啦 那些菜都凍啦 可以啦 还在打中 等多一会就可以了 还不下来? 我们都差不多吃完了 都说了在打鸡桌 一会就可以了 吹什么呀 你刚才说下来 现在还没下来 等了你半个小时了 不用吃啊 你很烦啊 你还说多少次啊 我打完就吃咯 你烦了吗 是呀 人家这么辛苦煮了给你吃 你还像大婆等仔那样 东西已经不做了 还大爷这么不耐烦 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吗 有公者留饭不留送 无公者饭送不留啊 那你是什么呀 刚刚呢 就听完沉迷打机 就不去吃饭的resort了 之后呢 我们就请了三位责男 来我们的节目 那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Ray Hello 笑容 Hello Ryan 今天呢 我们就是想知道 为什么他们沉迷打机 对啦 那为什么你们沉迷打机呢 其实不是沉迷的 各个人有各个人的兴趣而已 就好像有些人喜欢踢球 有些人喜欢看电影 似乎你怎么看沉迷这两个字呢 因为很多人喜欢打球 他都是天天打夜夜打 打到不多吃饭 那我们打机都是这样而已 不是很大分别 我沉迷打机是我喜欢做 还有我online那时候 可以跟朋友溝通到 但是你如果要认识一个朋友 在外面我又觉得尴尬 我在online做我的自己 怎样做都行 因为完全没有人知道我是怎样的 根据刚才那个个案 你们三个有没有任何感想呢 我这个问题就不存在 因为平时我是自己一人 每个朋友 何时吃何时做都行 都行 没问题 你给着我呢 我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平时逢亲吃饭 他搬走点饭 拿走点饭 回房一边打机一边吃 没有冲突而已 哇 那不是很没礼貌 就是啦 吃饭的原因就是 一家人 一起吃饭 不是 那随便吃饭都行 每人去一个角落 妈妈在楼上 爸爸在地上 那些人都在吃饭 原来整家屋都是人 那本身我家庭 已经不是一家人一起吃饭 我老爸煮了饭 他都出去了 那有什么不同 哈哈哈哈 因为这样的情况 你就会变得责难 那ryan呢 那我家里有时候 就会在煮饭 叫我来吃饭 但是大多数就是 我家人就会打电话给我 买外卖给我的 那我大多数就是 在我自己的房间吃饭 那为什么只买外卖给你一个人吃呢 因为我完全没有什么兴趣 去跟我家人在外面吃饭 形成了一个责难的一生 一起吃好像开心一点 是挺开心的 那为什么又不出去吃呢 但是我又一出去吃的时候 就要几个小时 那我又不是太有兴趣 那吃完饭 我就很想立刻走 但是我家人就有一个习惯 就是吃完东西之后 我就聊几个小时 那我又不是太喜欢 那你妈妈有没有投诉过你呢 有啊 我妈妈经常投诉 问我为什么不出去吃饭 然后我就回答她一句 不要烦 那你自己会有什么感受 当你是你妈妈吧 如果我是一个女人 看到个儿子 我会不理睬她 那你妈妈 有没有不理睬你呢 有没有 我家人都挺关心我的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想想想 出去多一点吃饭呢 都有想的 所以 你是没有出去 是不是 仍然留在家中 现在还是 有没有想过改呢 这位同学 是根据这个节目之后会改呢 有 可以考虑一下 你说有 可以考虑一下 哈哈哈哈 好我们完了 哈哈哈哈 第二个问题 根据那些专家说 原来 喜欢打机的人 很喜欢逃避问题 或者现实 那你们是不是呢 那如果我知道我是英俊 我会不会告诉你们 哈哈哈 所以你不是你没有告诉我 哈哈哈 你要展示给我们看 所以我就好奇 那些专家的资料是哪里的 他应该是访问大部分的打机人 抽那堆责男来找一下 不一样 人有自尊心的嘛 你觉得他会不会告诉你 我为了打机不出去吃饭 都会跟那些专家说 哈哈哈 那阿York又怎样 嗯很明显 专家抽那班人 就好像阿Ray那样 你的兄弟又不说了 我知道 这些是我的私隱 你做的research 我不用把我的私隱给你知道 而且那些都是责男 那些专家怎么找到他们 不就是在家找他 就是送外卖的那个问他 哈哈哈 而且你找那些责男 不是个个都一样的 有些橫皮的责男 是完全不会告诉你 他全部大部分的事实的 大哥 我这个report 是讲大多数 喜欢大机的人 都是不满现实的 什么大多数啊 你猜我现在没有看过report 明明写着15%是什么大多数 你哪里认为15%是大多数啊 你数学哪里 你应该玩老屈啊 哈哈哈 那邱文昌的75%去哪里 那你那85%你是不是吃了呢 那15%全部都是 那我是指那15%的人 但是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 你现在明明写的 你明明刚才说大多数的 现在你先跟我说 根据刚才的资料错误 我先更改 唉算了算了 都是专家的问题 讲头不讲尾啊 不要抽成这个问题 我们讲一讲下一个问题 刚刚问完你逃避现实的问题 那不如问你 你不觉得这样继续打机会缺乏运动 又缺乏睡眠的吗 呃 睡眠这个问题呢 那我自己觉得可能 因为年轻吧 那我们年轻 就觉得睡这么多干嘛 没所谓啦 虽然是年轻 但是你知不知道 心脏病或者 猝死的机会都会大一点呢 那你又知不知道 明知吸烟是会有癌症 都有这么多人吃呢 心迷就是要改一下你们 所以这叫做沉迷 那你说回身体质素 我现在众观全场 我个人觉得我身体质素是最好的 所以你有什么资格来质问我呢 错了 谁说肥就不健康的 就是啦 其实我们根据说心脏病是肥 或者是老的人 但是现在医生也说 年轻的人都会有心脏病的 是 我们现在很健康 完全没有什么 会不会知道的 我们check了 我早前不是很久之前 bodycheck过 我什么事都没有 但是也是打这么多机 那你有何 那你们经常在打机 你不会觉得有缺乏运动的吗 打机不代表缺乏运动 你打机之余 你也可以做下运动 就是我现在这么说 我众观全场 我觉得我身体质素是 最好的 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质疑我 就是你说 我有肚子 肥的打开 你是不是歧视肥人 哦 你死了 肥的那些是身体隐藏的病因是比较多的 所以身体质素来说 一定没有我好 那些有癌症的人是受得很严重的 证明我很健康 我这些中等身材差不多 有的 每个人都在说自己好 但是你们不会担心睡眠不足加运动不足 会引致猝死的问题吗 有的 不过那些都是一杀奸的事情 你怎么会想那么多 哇 而且你知不知 你有没有听过 睡眠是重质不重量的吗 你知不知每天有些很拼命工作的人 他每天只睡三个小时他都没事 为什么我们打机只睡三个小时 我们会死掉 但是根据一个真实的个案 有个人是打机打得死了 打得定格 不幸的 但是可能有一天会发生在你身上 可能你又定在 就像打机那样 玩玛丽奥不小心掉下 Game Over 重新来过 不能重新来过 死了就死了 但是问题是 我们真实是Game Over 不过我们觉得我们有大把命 所以我们不能够死 你们是不是沉迷的游戏世界太多呢 但是那个人好像是打了几十个小时 然后还没有节制的停 我们起码都会去睡一会 那你觉得那个人如何 他呀他试 我们自己试 关我们什么鬼试 那又不是这么说 我就觉得那个人就有点偏激 我们打机打两三个小时 都会站起来 拎一下腰 適当休息一下 那那个人真的有点过分 那个人只是拿着刀领茶 然后直接打四十八个小时不停 我们一拿着刀领茶 也会无端的听歌 会躺下机 又乱叉地动 那个小时 就不动 不停地这样打这个 那你们动的定义又是什么呢 如果你说你们动 我动的定义就是 我如果一听到好歌 我会大多数是倒立 然后我会单手这样 一手一手stand 起码 起码 一手一手但 但是我比较想知道 你們對這個人有什麼評價 我覺得這個人過度偏激 不用腦 而且他完全不注意身體的健康問題 我們起碼知道 不行了 我要睡覺 起碼我還沒死 我們還年輕 不但身體有問題 那個人心理也有問題 你們三個心理有沒有問題? 我們如果心理有問題 你們還請我們上來 是不是你們也有問題? 因為你們三個是責任 你們兩個不是醫生 怎麼會請你完全不知道有沒有問題的人上來這個節目? 因為我們想了解一下打機人的心態 因為我和Alex其實都不是經常打機的人 雖然我打機 但我一定會選擇睡覺多過打機 但很明顯你三個是選擇打機多過睡覺 我小時候 或者打機睡覺打機睡覺打機睡覺 我小時候都會這樣的 但大一個就發覺打機變得無聊 我自己的 沒那麼充實 那我的興趣就是我現在還是挺喜歡打機的 如果這個世界所有電腦那些東西沒有了 那沒有機打了 那你又會做些什麼呢? 那如果這個世界再沒有這些電子遊戲 那我大多數都會和朋友一起玩 我現在都會有這樣的運動 其實如果照你這樣說 打機是用來舒緩壓力 然後解除別人的精神緊張 那些東西 如果這個世界沒有了機打 人家怎麼也不知道 我的壓力可能會爆炸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減壓方法 打機雖然是其中一種 但可能會有其他更好的 因為打機是最普遍 最多人選擇的 你打機 有些人就知道打機是會有Tournament的 那他們就不停地打機打機 打到Huntil他們覺得厲害了 就去參加這些比賽 那如果你贏了你的獎金是幾萬元的 就好像這個特別的星球大戰2這個遊戲 有一個人叫MC 他不知道打了多少年這個比賽 起碼有三四年左右 他又不知道拿了多少錢 為這個比賽 那現在這裡這麼多人都玩這個星球大戰2的遊戲 他們可能都是想參加比賽 好像MC那樣厲害 我覺得沉迷就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你看那些Java 那些Microsoft 那些全部都是人家打機 不過打不同的 人家是拿一些賺錢 我覺得你要沉迷的話 你就起碼要知道自己是為甚麼去打機 如果以我個人來說 我自小喜歡打機 是因為覺得有些遊戲比較有意思 是可以開發自力的 而且又可以磨練你的毅力 堅持等等那些東西 所以我就慢慢慢慢喜歡打機 而不是因為覺得打機是很過癮 或者是用來打發時間 我不是這樣覺得 所以我覺得就算沉迷 如果你沉迷得對的 你是可以拿去賺錢 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也有一個新聞報導 就是說打機如果玩射擊遊戲 是可以提升你的眼力33% 應該就不是眼力33% 不過是精準度而已 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 都是過度沉迷打機 但是因為你們三個都會好好控制時間 那你們有甚麼辦法可以說服到那些 現在那些年輕人不會控制那些呢? 比我來說我打機這麼多年的經驗 他打打打打打只不然知的了 因為其實你說回現在的機 多數是千篇一律 他最有意思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對抗 但是你玩得多之後你會覺得沒意思 即是你玩得越來越多之後 你會發覺其實這個只不過都是一個遊戲 你會開始知道究竟甚麼是真的 那Ryan你覺得有甚麼方法 可以令那些小朋友不要去過度沉迷打機呢? 你打下打下就知道有多無聊 就好像這樣 我玩一部機玩一回合我覺得還沒夠 玩多幾回合我就覺得悶 之後我就想找一些朋友出去做運動 就會放棄了打機這樣的心態 其實我就覺得要幫助那些年輕人 防止他們這麼沉迷 其實家長應該可以做點事的 不要買電腦給他 那又不是 這些思想是錯誤的 現在大部分家長就懂得跟你說 不要打機啊 不讓他打機啊 即是好像你打他一巴掌 他只不過是怕會痛 所以才不去做 但是你不要正確地疏到他不去打 就好像他彈弓一樣 你拔得越行他只會反彈得越行 所以我就覺得 與其這樣去壓迫他們 不讓他們打機 還不如你們嘗試去融入他們的社會 即是 陪他們打機 融入他們的世界 當然 你要知道他們打的是什麼機 你可以跟他們一起分享樂趣 他們都會覺得自己爸爸媽媽 都不會像其他人這樣 不讓你打機 都會養成一種興趣 而且你可以適當地 比如說有些遊戲 你知道它對你的智力 是有幫助 你就專門選一些遊戲 買給你的子女去玩 我覺得這樣比較有幫助 而且家長可以引導小孩 例如現在有很多暴力遊戲 他可以引導小孩 讓他們知道現在的法律常規是怎樣 因為他們只是打一個遊戲 好像GTA 我喜歡搶車搶車 我喜歡殺人殺人 那父母家長你可以引導他們 說這些是不行 但你打機那裡才行 就好像美國有一個Family 他父母和他兩個男生小孩 一起在那裡打機 這個遊戲叫魔手世界 他們就很明白大家 但他們的Family 就不是沉迷打機 他們是很健康地 全家一起去打機 更何況你再說一下 看看現在的V的遊戲 都很健康 都很健身 都很適合全家人一起玩 那些不健康的遊戲 或者過度沉迷的遊戲 你們有什麼看法呢? 那些父母 你寧願擔心受罷你的兒子 在外面學壞 不如乖乖地 又不是乖乖地 就是順從他們 讓他們在家裡打 起碼你看得到 比較放心 所以我覺得都是 父母要融入小孩的社會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你就會看到 之後我們這一代 六十多歲 全部坐在網巴上打機 那又不太誇張 因為你不跟他們溝通 你不跟他們溝通 那他們就在網上溝通 算了 我們現在仍在用父母 吃父母 到時候要靠我們自己的時候 你就未必有這麼多時間打 所以 你要知道 所以要救一下他們 有一些不健康的小孩 只會打機 然後想著 媽媽搞定 這個又可以 然後他們就 不能自拔 如果他們有想到這一點 如果他們有想到這一點的話 怎樣挽救這堆小孩呢 如果他們有想到這一點的話 根本就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現在其實擔心的問題就是 如果所有人都是打機 打機再打機 那將來的社會會怎麼辦 還有 因為你喜歡打機 那你覺得 會影響了你的什麼呢 例如這樣 好像我學業那樣 我十二歲那一年 我就走堂 那我就走九葉 那我就跟我家人一齊 那整天都要見家長 那我就覺得有點離譜 然後我就被人踢去這個學校 叫做 Stationscratch 就是 他教你 上學的心態是怎樣的 所以 他奏你 就奏得很準的 那間學校 就是九點十三分 開波 十一點半就已經放學了 然後 每個星期五 就十點鐘上學 十一點就放學了 所以這間學校根本不是上學 是遷就你的心態 上學應該是怎樣的 那你有什麼改進呢 你覺得 那他的改進就是 要知道 你這些時間 是在哪個位置都要 其實我比較想知道 裡面會教你什麼呢 沒有Activity 完全沒有PE 音樂 只有四科 就是英文 數學 常識 歷史 那經過這堆東西 你又覺得 你有什麼改變呢 你有沒有改過什麼 還是他改了你什麼 我就沒有什麼改變 因為我最初那時候 就開始有些改變 不過一開始之後 過了一年之後 好的學生就走了 壞的就全部留下 新的就走了 那時候 我是有被人種族歧視 那就是discriminate 你就會覺得 你很想回去一間學校 普通學校 那不要被人種族歧視 那你現在回到正常學校沒有呢 我已經回到正常學校 那我覺得我現在 都不是太有改變 為什麼會沒有改變呢 我還是沉迷打機 因為去那間學校 我就覺得 是被你早放去打機 那你覺不覺得 那間學校 應不應該改變 一個方式去 其實我覺得 他們沒有什麼 要改變 因為 如果你不做好 你的功課 他就要你留在這裡 做完 踢了你那間學校 那裡要負責任 因為那個校長 根本就沒有什麼 心度 沒有什麼去理會 學生 所以就踢了你 這些學校 啞了你兩年之後 你還落後一點 因為你根本就跟不上這個程度 那越弄越壞 那你死你活 因為你10 11和12是結束的 學校 雖然都有問題 但是你會不會想到自己 都會有個問題 要去負責呢 會 但是你要知道 你已經在壞了 但是那間學校 還要幫你帶著你的頭 更壞下去 那你就壞 中加壞 所以我覺得 一定要跟自己子女好好溝通 然後 我覺得都是有少少不理解 和不了解 其實現在很多父母 應該盡自己能力 就是不要在外面去賺錢 覺得自己為子女去鋪路 就是對他們愛的表現 其實就以我自己來說 我當時跟我媽媽說過 其實現在回想起小時候 就覺得我寧願你 浪費多點時間去陪我 都比自己這麼辛苦去做事 去賺錢 雖然說是這麼說 他不是這麼辛苦 我都不會有今天這麼幸福 但是很多孩子 寧願父母去陪著他們 而不是說 天天朝九晚六 你有時都見不到他們 因為社會的壓力 你不做事 就找不到食 就是人之常情 他不會為了陪你 然後搞到兩個人在黑米 你要知道 你可以學我這個朋友 他家人就會叫他兒子一起上班 可以這樣做 但不是所有工都可以帶到兒子 難道我媽媽已經不太好 已經在掃地 又帶我兒子一起掃地 嘩 所以就是盡量 是不同的 你可以叫你兒子去上班 去找工作 叫你兒子去掃地 阿爸就在家 打機 我覺得這個想法不錯 兩個角色調出來 剛剛的打機 阿爸去掃地 就是說要他明白到雙方的痛苦 阿Yoke你覺得打完機之後 會對他有什麼影響呢 打完機之後 其實影響不是很大的 直接性來說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阿Ray之前 阿Ray之前說得沒錯 開頭開始打機 是不是小時候 無聊 沒工作 沒朋友 沒錢 沒得出去玩家長 不在家裡 沒工作就打機了 到現在都懂得黑制 因為你知道你有工作 你知道你需要上班 你知道你需要去做其他事情 所以打機基本上沒什麼影響過我 那他最多呢 都只會影響到個人的睡眠時間 還有飲食習慣的部分 我現在身體都不算差 又多好又年輕 那我覺得我沒事 那我自然不會覺得打機 又對我造成了什麼負面影響 就是中立一點說 打機呢 特別是沉迷打機 是的確對學業 事業是有影響的 這點我自己也知道 有時候呢 比如你回到家 你覺得 哎呀 剛剛從學校回來 還看什麼書呢 就打機 那打機時間過得特別快 你一打 又是時候說拜拜 對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最主要的問題 都是 一自己 其實要去適當地 找一些自己的興趣外號 就是不要說 整天偷在家裡 其實這一點我自己是 很好的見解 因為我現在自己住 爸爸媽媽經常說 喂你又在家裡 你每天偷在家裡打機 我說對 那不是做什麼 就是缺少了很多 communication 所以 而且現在社交 有時候想出去吃個飯 真的想出去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 哎呀 真的找誰出去 好呢 真的不知道 結果又是自己一個人 在家裡打機 當然找我們一百分 影片 哈哈 是不是你們請我直吃啊 哈哈 台長一定是請的 但如果簽了 有千多個學生 你是不是一次過請完 不要緊 不要緊 你有份請 就是請 突然想起 除了父母 自己身邊的朋友 有時候幫到都幫 比如說你是控制得好的 你看到有些朋友 控制不好 不是那麼適當的 也可以說 你偶爾約他出來 比如說出去逛街 不要說男生不喜歡 走街的男生可以出去打球 好過在家裡打機 我覺得朋友 家人 這個社會都可以幫 有很多人會做的 不過就會久不久才會做 例如一個月一次 就會少了很多 好像我之前那樣 不斷打機 比我弟弟還打得厲害 我弟弟睡了 我都還沒睡 但是這樣 小弟打不打 小弟醒來 繼續打 然後有事情 你會開始 覺得自己要變 你會開始 我當初在香港的時候 我真的打到不止時候 但當我來到加拿大之後 我發現打機已經悶 沒事做 代表你來來去去都是 升聶打機 然後賺錢 都是這些事情 我自己覺得 是嗎 我為什麼經常在Facebook 看到你的 Facebook不同打機 不是 這些不是我 都是打機 Facebook是 不過是不一樣的打機 這些不是我之前說的 其實這些事情 你打機 你打一下打一下 你自不然會知道 你究竟要做些什麼 你自不然會知道 究竟什麼是遊戲 根本就跟我打麻將 沉迷了這麼久 好像我弟弟一樣 他打完一個遊戲 發覺悶了 他又找另外一個遊戲 說現在都是這樣 每天都是這樣 我之前都是這樣 但是他試過 你穩盡之後 你穩完之後 你穩了整個圈之後 你會發覺其實 所有的遊戲 本質都是一樣的 最慘他不明白 他遲早會明白 我也是這樣過來的 那就證明你這個哥哥 做得不太對 哦 哦 經常上Facebook 不是說就說 不是打機 就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自拍 自拍 你有自拍 你有空帶他出去玩 有什麼想法呢 例如我玩的時候 如果我覺得這隻遊戲悶的話 我就會找另一隻遊戲 但是我只要找到一個很適合的 又想到我想玩的東西 例如好像Warcraft那樣 Warcraft裡面有萬多二萬個Map 這個Map不對 下一個 那不斷找找找找 就找到一個適合你 那你就會不停地這樣玩 如果你又覺得無聊那時候 你又找一個新的 那也是的 就像我現在 破暑假 在電腦裡 玩來玩去就是五個遊戲 這個遊戲悶了 我就換下一個 你最愛的寶貝 那又不是這樣 所以很難會說悶 你找工作 比你更悶 比你打機 那你很難會解到 不去只是打機的 是很難解一下的 所以 這些本身是一個興趣 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 沉迷打機 不是說這個打機是一個興趣 剛才你就說是適量 但是根據你剛才說的 我覺得像沉迷多於適量 哈哈哈哈 你死了 因為你都說 你一直找新遊戲 又找新遊戲 那代表你不會停下去 代表你不找工作 繼續打 這個也是屬於沉迷的形象 是啊 但是你要知道 不是大多數的人都會喜歡玩Single Player 你要知道 我是很不喜歡玩單人遊戲 我是很喜歡玩商人遊戲 我喜歡Team Work 但是你要知道 你玩那隻遊戲的時候 不是隔離你的朋友都喜歡玩那隻遊戲 那你玩一下玩一下 每個人都不喜歡玩 不就只有你一個人玩 那如果沒有人跟你玩 你又覺得無聊 你自然就會去找其他東西 會跟你的朋友一起做些事情 不打機的話 他們出去運動 你就會跟他們一起去運動 那如果他們去上班 你覺得他們不再陪你打機了 那你就會一起去上班 那什麼時候才會有一個 是會突然之間想去上班的呢 有啊 好像我這個朋友那樣 他本身是雜男來的 那他打一下打一下的 變了追女兒 跟著追追女兒 就去上班 因為上班那裡多了女兒 那你有有沒有 被他感染到呢 我追女兒 不是追女兒問題 我知道 我感染上班 我沒有感染到這件事 但我又試過去跟他一起去運動 他真的一起拍Resume 我又跟他一起拍 我完全覺得 不覺得如果打遊戲,如果沒有人配就無聊 那我就嘗試跟他做其他事 其實說起這個問題 我覺得自己其實有時都可以玩一些 就是想一些新辦法 讓自己的生活有興趣 比如說有時你突然想一下 不如今天試一下 不碰電腦,不碰手機 看看可以維持多久 就是說你有時自己找一些辦法 去挑戰一下自己 你都會發覺會有些新興趣的東西 而且你本身一直持續打遊戲 你總有一天都會覺得有點悶 那時候你會自不然想出去逛逛 運動一下,打球之類的東西 就是有時候有些人 就是你總有一天覺得悶 你每一天不會悶 但是有些人覺得悶那天 但是朋友又不會出來 然後又選擇回打遊戲 有些人就是沉迴回去 所以我就說社交很重要 大家朋友之間 就是有時比如說就算你不是那麼主動也好 就是可能事不關己 高高怪起 就是人家的事關你什麼事 但是如果真的作為你是當去朋友 見到他是每天蹲在家 那如果你有興趣 那就約一下,主動約一下 你約下去,他約下去 你有興趣一起蹲 就是大家約一下約下去 一起蹲 你說出去,去路邊去吹一下水 那你吹一天都好 好像我們那隻蟹一樣 吹水不抹嘴 抹嘴不抹嘴 如果你不停打遊戲 你約不到那些朋友 大多數那些人根本就沒有什麼朋友 所以他才會再繼續下去 到四十多歲都繼續玩下去 因為根本他就沒有朋友 那你怎樣玩夠 那你對他們有沒有任何的忠告 可以勸回他們出去 多一些社交 有什麼方法可以 你如果要勸他 你大多數都要他娘親之類去勸他 因為根本他連朋友都沒有過 喊什麼 喊什麼 喊得到現在就不會這麼多 因為那些人做朋友是特別尷尬的 因為有個朋友都是這樣的 他說做朋友是很尷尬的 所以他這麼久以來 連女生朋友都沒有 而男生也沒有什麼 那些朋友只有小強 而男生也沒有什麼 只有兩三個 那我是其中他一個朋友 那我就問他 你什麼了 那麼害怕 那我就說 你害怕什麼 你做男生朋友 只要說兩三個就行了 首先你就跟他說 近方你現在學業 我沒有拿你的電話 哈哈 沒有了 那你近方 你現在是做什麼 這類知而知之切 就是剛剛開始 怎樣殺個conversation 那第二當然是跟他打遊戲 那男生大多數都打遊戲 那如果一不打遊戲 那些人 那你喜歡看Element 那你也可以說一下Element 那你也可以說一下Element 那這兩樣都是電腦化的東西 那你應該就會自自然 可以做到朋友 是啊 即是說起來 如果他真的這麼喜歡打遊戲 你叫他出去 比如說朋友的家 一起說打遊戲的東西 好過真的兩人就懂得打遊戲 有時起碼兩人聊天聊遊戲 都好過你昨天真的實戰去打遊戲 有時候你約他出來說 聊一下遊戲 說一下怎樣打 那都好過等他自己一個人 那他慢慢養成習慣 他就會喜歡大家一起 你要首先要看他的本人是怎樣的 你要知道他是 喜歡跟別人做朋友 因為那些自閉症的人 根本就不喜歡跟別人做朋友 那他就會選擇去打遊戲 其實不是的 自閉症的人 很多不是他自己造成的 不是他不想做朋友 不過可能他身邊的朋友又不主動 他約別人 別人又喜歡打遊戲 那就養成了這些人 有自閉症 那其實那些人喜歡打遊戲 他因為覺得無聊 想找些樂 就是開心些 那如果他的家長呢 帶他去試一下其他那種活動 例如說游泳 打球 怎麼都會有一種 是有那種快樂 是可以代替到打遊戲的 那自不然 個人就不會再沉迷打遊戲 有時候的媽媽 就一直說 你帶兒子去彈琴 根本兒子就不喜歡彈琴 不斷逼他彈琴 他說你喜歡彈琴 好吧 不玩彈琴 玩小提琴 根本他就不喜歡玩 繼續圍繞著他不喜歡玩的東西 有時候是反過來的 是他想做這件事 他媽媽不給 例如好像我這個朋友 他喜歡彈琴 但是他媽媽要他學好小提琴 那他就已經學了九年小提琴 但是他現在就很想去彈琴 死都不讓他學 為什麼要小提琴 都要小提琴 不可以大提琴 這個我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被人少得多 有沒有學到小喇叭 小喇叭 可能早晚都會學到 所以你全部講到 都是家長和子女溝通問題 所有朋友家長和社會 我覺得應該想想怎樣去改善一下 但是也有另一個 例如他打遊戲 不喜歡找人在一起 不喜歡單身遊戲 那些人 我有一個朋友也是這樣 因為他不喜歡這樣跟網友 跟朋友一起的意思就是 這個世界有些東西叫Internet 那樣東西是會卡機的 他就不喜歡卡機 變成喜歡玩單身遊戲 然後單下單下沉迷 沉迷了就完全沒有朋友 因為他根本整個遊戲 跟NPC一起玩 根本沒有朋友 根本跟你的朋友 他的EQ會很低 你又不要這樣說 我又真的喜歡玩Single Player 不見我EQ低 你不要 那我喜歡玩裙子低 但是我的EQ不太好 你以為 因為我是根據專家說的 你的專家 剛才那個人反過來 你的專家算吧 就好像你在Single Player 就算你就得NPC 其實我這個人很有樂趣 我玩遊戲 只要有NPC 我都會跟他說話 每個NPC 我都說完 我才會PASS到下個線 你這麼煩 我真的 是不是對 EQ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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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在遊戲中 那麼悶 我才跟他聊聊 那真人悶悶性 有些很特別的事件 發生了 因為他不知道是不是EQ低 那他就是那個單身遊戲 就是有一次我生日 他竟然 忘了邀請他去我的派對 他竟然在他的窩裡 弄了一堆殺了一些小孩的照片 然後又弄了他 他的Facebook 那些照片都黑了 他的背景全部都黑了 那我就問他什麼事 他就回答我 沒事啦 說笑而已 那我就不相信他 然後再沒有問他 我就覺得他在發生氣 因為我忘了要他進入我這個派對 其實你也不用問他做什麼 你剛才自己都說了出來 他全都黑了 黑了 因為他沒有一定的耐性去處理人際關係 以及他不會處理自己的情緒 我覺得自己的問題都很重要 就是有時候拿基督教的一句話 叫做神救治救者 那你自己如果都不想幫自己 那其他人就算再想幫你都幫不到 我覺得自己的問題很重要 每個現在沉迷的那些年輕人 年輕妹 真的自己要好好反思一下 想清楚自己是為什麼要去打遊戲 還有打遊戲的樂趣在哪裡 有沒有必要這樣沉迷下去 因為有些人沉迷打遊戲 然後到中學畢業 他們都沒有做過一份工作 他們就不停沉迷打遊戲 那你對他們有什麼見解呢 那我有個朋友就是這樣 他跟我說就是 因為他很尷尬 夾他很害怕 一做錯事就被老闆剷 他就怕沒了工作 但是他就是怕那時候 整天都沒了工作 然後他一做錯小小的東西 例如打破了一隻碟 這些小小的東西 算是 但是老闆見到一定會剷 那他就不想怎樣補 他就不停避來避去 左閃右閃 不知道怎樣好 那他有時候有一次就 煮菜 那他就廢了 那個菜 就不是這張桌子 就是另外一張桌子 他又不知道 那人家已經吃了一半了 不知怎樣好 他就text了給我 就說 哎呀這樣就糟糕了 這樣就遞錯送了 然後我就說 你還不幫我 你還不跟你的老闆交代 人家現在那邊的桌子 已經等了一小時 你還不快點改 那他就怕 我很怕老闆解僱我 我說完之後 我就跟他說 你再不說就更加要解僱你 那我就已經給了幾個 評論人他 但是他也是太害怕 沒有什麼自信的關係 而最後也是一刀了斷 被人解僱了 所以我就覺得自己也要 而且就好像我自己覺得打遊戲 我打遊戲打什麼都是 一定要求完美 譬如說有物品 要找齊 要做任務 要做齊 就是說慢慢慢慢 你會有一隻毅力 和一隻自信 你覺得自己找到了 就會很開心 很 proud of myself 我覺得你打遊戲要知道自己是在打什麼 你是為了浪費時間去打遊戲 還是怎樣 如果你覺得自己只是為了打發時間 我覺得慢慢慢慢要轉變這種心態 就好像你們剛才說 讀到中學畢業都找不到工作 我覺得你是不是 一就是放棄打遊戲 就是不要太沉默 一就是你這麼喜歡打遊戲 那你不如去找一些關於電腦方面的東西去學一下 那你就自己打了那麼久 你又對他有興趣 那你做事都不會覺得很辛苦 我個人就很支持Ray這個點 因為現在很多人打遊戲 就是因為喜歡打遊戲 而且沉默打遊戲 他們就專門做職業打遊戲 職業打遊戲 以打遊戲來賺錢 以打遊戲來賺錢 以打遊戲來生活 可以養活自己 其實這樣講來講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唉 說到你這一句我又真心涼 我爸爸經常都說 你打那麼多幹什麼 你又不是打得比人 你又打不到職業 找不到錢 打來幹什麼 唉 要不然我做得做職業的打遊戲選手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強調說 做不到職業打遊戲那幫人 之前難打那些 打極都搞不好 還要是一直浪費家人的錢 所以一就提高自己的智商 一就算了 當是娛樂 不要真的當自己是職業 然後打到自己超厲害 那個比爾蓋茨 MC MC是這麼厲害 因為那個人就是我一個朋友最崇拜他 那他就搞到自己的腰就已經 我不懂得說了 就是因為這個遊戲的關係 搞到腰瘋了 然後跳一跳都會嚴重的 那次不是很久之前 他去Stanley Park 踩完單車 他的朋友就在那裡鬥跳高 他又跳了一份 他開心那頭大力的跳一跳 跳到脫掉了 我就問他什麼 嘩 又真是挺崇拜的 崇拜的可以問 打機後遺症 就是因為喜歡這件事 又喜歡那個Player 兩樣他就要抄襲他 抄襲一下就搞到他壞了 人家MC已經玩得很Pro 很Professional Gamer 他們是有那些Pro的座位 很漂亮的遊戲房 他沒有的 就是只有牧笨 坐在那裡打幾個小時 他還要是駝背地打 很壞了 變成一隻駝駝 又要學他 又要壞了他的房 幾個小時應該不會的 幾十個小時 幾個小時的意思是八至九個小時 噢八至九個小時 那就是幾個小時 其實你說回不是TOP那班 而是TOP之下那班 如果沒有TOP之下那班 又何來TOP那班呢 就是每個人都是由低去上 你不可以就這樣批評 你現在又不是打得TOP 你又不是打得厲害 他以後打得很厲害 他以後可以出名 他以後可以找到錢 他以後可以養活到自己 你不是這樣質疑人 就是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沒有什麼都這麼過份 什麼過了都不是好笑 那自己知道自己不行那飯 你又不要搞那飯 那又沒有說不搞的 就是興趣問題 興趣就行 不可能全部人都有這個talent 雖然你打機是可能做你的職業 但是如果做不到的話 當你已經去到三四十歲 還沒做到 那當時你應該怎麼做 應該是放棄打機 那你又沒有工作經驗 那你當時應該怎麼辦 既然你沒有工作經驗 那你最擅長的就是打機 那你唯有去 由打機這方面去伸延 去找到別人做遊戲的人那裡 然後伸延下去看看可不可以在那裡找回工作 因為你最了解的就是打機 你其他都不懂 那你當然由這方面入手 比如這方面你打不過別人 那肯定有一些方面你是比別人厲害 那你沒可能真的什麼都會輸給別人 那這個機率都會很低效 不是 例如這樣 那我以前我十四歲的這個想法就是 就是我讀書不好 我打多厲害 你去催我獎 那我就會在這個遊戲 叫DOTA 這個遊戲 這盤我壞 因為我做錯了一件事 我下一盤我試到瘋了那麼厲害 我一定要贏 我有一次玩這個遊戲 我很生氣 這個DOTA 也是說Defend這個基地 那我就發脾氣 因為三條link都死了 那我就一條 立他搶水 單身一個人 在想怎樣去搞定對面一個人 那我就不停去鍛鍊 這樣很優秀 不可以做錯 小小事都不能做錯 那最後我贏了之後 我就覺得很大的成就感 那我覺得你輸了 可能會打爆那部機 輸了我沒有打爆那部機 不過我真的發脾氣 好像我扔爛了某些東西 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覺得心態 其實玩遊戲 遊戲有時候不要太接近 但你贏了就不是遊戲 我就贏了 你笑了 我只是遊戲 我算是一個 angry的Gamer 其實我很諷刺 你贏了的話 就會跟輸家說 遊戲而已 你輸了的話 我不是 其實我是 我到十六歲開始的時候 我才覺得打遊戲 要不需要這麼生氣 不過我十歲歲那年開始玩的時候 我還是很生氣 總之輸一盤遊戲我就生氣到爆 或者被人殺了我就會差不多 要不是扔爛一隻杯 還是扔爛一把薯片 那些 站在晚上搶到做慘 當時我也會的 你扔錢 我知道 然後如果我輸了遊戲 然後還要被人殺 我就會打開門 然後在裡面不停地殺 我家人殺我 因為我已經生氣了 你還要殺我 這樣的感覺 你記住 下次在外面找我 你記得撕一張紙 撕好一半就好了 最多四份吧 我千五百 不是 下次你扔錢下街 我在你門口扔 不要扔那麼遠 不過已經沒有這樣的習慣了 已經去到 已經不扔錢了 我一到十六歲的時候 我就是 輸了就輸了 不管了已經 就是其實人會成長 打遊戲都會令人成長 我可以由原本一個 angry gamer 慢慢去到 心態是很平靜的 變了一個 angry gamer 不是 就是變了一個 心態很平靜的 就是可以很平靜地面對 你會開始知道 其實這個只是一個game so why 因為你們三個 是比較正面一點的 Gammer 但是當然現在 有很多負面的Gammer在外面 他們就是 顧著打遊戲 一事無成 到現在二三十歲 都是找不到工作 那代表他家裡有錢當然不要緊 但是如果他沒有錢 是否在做家裡的忌生蟲 算是 但是你要知道 因為那些人 每次打遊戲的時候 如果他贏了 他會很大成就 我想他們想到一個後果 他們不會想到一個後果 如果想到的話 早就已經改了 好像我們這樣 很厲害 他們不是不想到的後果 是不害怕 是依賴性 已經不理會過後果 因為如果打遊戲 繼續沉迷下去 是完全不理會後果 你應該改了 那你們對這班忌居是甚麼意見 我覺得自己的子女不負責任 不積極一點 做爸爸媽媽那些沒辦法 誰叫你們做爸爸媽媽呢 你們唯有主動一點 去幫自己的子女去找工作 讓他不要那麼沉迷 真的要罵醒他 這個情況下 真的要硬硬來的 你給我說 你就算幫子女去找工作 也是沒用的 他既然沉迷得來找工作 有甚麼用呢 如果是的話 最好就是在遊戲那方面 直接打沉他 你將他遊戲那方面 成就完全毀滅了 即是他整個就下降到谷底之後 他才會去想 去做些甚麼 我遊戲都衰到貼地了 那我自不然就會去想想其他方面 但是有些人就因為衰到貼地受不了 所以有些個案就去跳樓 但是 接受不了 就是覺得打機是他人生 有一個個案就說 有一個男生 他媽媽就說 沒有打機了 罵他了 那他就說 你繼續罵我吧 我要脅你跳樓 那其實這些人呢 甚麼時候都有 很多人就是 大學畢業了 找不到工作 跳樓 出來工作了 工作不起樓 跳樓 你阻止不了 原來起樓是你們跳樓的 好像G Jump 很有成就這樣 所以說到底都是心理承受問題 家人 朋友 社會 所有人都在一起 甚麼都不能說 單方面說 但比較嚴重一點就是 其實挺慘的就是 斬媽媽 有 我知道誰 那個就是我了 不是 例如 香港有一個人 就是看了太多這樣的片段 就說 少一點人就好一點 就逐個逐個打爛他 斬他 對呀 斬他 爸爸還是媽媽 那些 斬死他的姐姐 然後斬死他的媽媽 然後他爸爸回來 就想怎樣教他的兒子好 因為手背又是肉 手掌又是肉 斬完他 很明顯 斬人這些 他精神本身有問題的嘛 那跟負面Gamer 是沒有那麼大的 有關係的 有關係的 因為他打算打遊戲 就是玩了這些東西 然後他就斬了 因為已經是負面了 所以這些問題 不是自身 父母 所有問題都有 不可以說 你單罵他 他是不應該說 他沒有責任心 你又不可以說 真是只掛他父母 說對他不上心 所以 很多這些案例 都是由父母的教育 出現問題 他才會變成這樣 那你覺得 父母和那幫打遊戲的人 你覺得他們應該 有甚麼要去做 或者給他們的意見 我覺得是溝通 現在我們父母這代 溝通與關懷 我想這個說法 對 我剛剛也想不到 怎樣說呢 我們爸爸媽媽 甚至現在很多哥哥姐姐那一代 他們是沒有機器 他們就理解不了 我們這種打遊戲文化 所以他們就一味 只覺得 因為他們那個年代 就得很辛苦地做事 才能賺到錢 那現在 我們這個年代 有電腦玩了 我們有得玩 他們不明白 他們只是用他們當時的年代 只要好好做事 好好學習 才可以以後有成就 所以說 父母之間 跟子女真的要好好溝通 因為兩代人 畢竟 有代溝 畢竟會有代溝 畢竟會有代溝 有代溝 畢竟有代溝 畢竟有代溝 所以一定要 有些人不喜歡溝通 但是 怎麼說自己父母 永遠自己的兒子 不可能溝通 因為你只有 讓他不喜歡溝通 好 你覺得他不喜歡溝通 所以你不跟他溝通 那他就慢慢慢慢 以後更加不喜歡溝通 不是 這件事是 好像我這樣 我是因為覺得 你不適合頻道 所以我是不會跟你說話 那有句話 就是說 有些人是堅持不閒 但有些人是明環不靈 就是兩個是一線之間 看你選誰 我現在比較強調一點 是有些已經大了 都成三十幾歲 四十幾歲的人 那我現在就是 只有一班人 剛才我有想過 其實我想說 父母直接斷他糧 但是後來 想一下這個方面 不行 你斷他糧 萬一他真的出去 去這裏打劫 去那裏 就是騙人騙食 那就更加糟了 所以說 我覺得都是溝通 除了溝通 真的沒有其他辦法 難道你打他嗎 打他 他真的到時殺了你 怎麼辦 三四十歲 撞他 不是 三四十歲 還要拿一條藤條 去追著他 他一定能擋住 還捉了你 你現在差了幾歲 立刻打三條狗 死定了 打不到一定 立刻打九一一 所以現在我覺得 每個人自己 都應該對自己負責 對這個父母 對社會負責 就是自己為自己 為其他人 多想些 不要這麼自私 就是你喜歡打機 OK 但是你要知道你打機之外 你要做些什麼 因為你不是說出生 就為了打機 我知道 但是你溝通 不用一定要是 one on one 面對面溝通 你可以找其他的選擇 例如打機 對 就好像我剛剛說 父母融入 有時候你知道 要打什麼機 他們的負入就是 走過來你打機 你媽媽走過來餓你 以為這樣就要溝通 他們根本就是 他媽媽一起打機 但是這個應該沒什麼可能 所以大多數是找個 老爸 一放了工 去跟他兒子一起打機 去溝通一下 他根本內心世界 在想什麼 例如你打恐怖遊戲 血色遊戲 為什麼你要打這些遊戲 你爸爸跟你一起打 就知道你在想什麼 因為他也在玩 但是有些人就是 不會做這些事情 因為他覺得浪費時間 想起這個問題 我覺得我爸爸用的辦法 就很適合 有時候我正在打機 他知道我明知道我正在打機 他不會說 不要打機出來和我打電視 他會說 你快點出來看看 這個電視裡面那個誰 我肯定有時候 我自己好奇心 就會跑出去看看 有時候坐下 或者其實不是你不喜歡看電視 不過是你握著打機 你忽略了電視 剛好可能我一看 我有興趣 就會坐下 就不會去打 所以有時候這些事情 很難說 現在你們只是站在你們的角度 但你有沒有想過 在父母的角度來說 因為他們不工作 就沒得吃 代表你們打機 當然也沒得打 那你們有沒有好好的想想 你就說他們回來後 就要跟你們打機 那你有沒有想過 他們工作已經散了 那回來後 還有沒有任何精力陪你們玩 我就有想過 我就不知道你們 所以這些事情 很難說 你真的會找到一個 十全十美的方法去解決 你只有慢慢通過 即是溝通 時間 慢慢兩個人培養 那我也知道 做父母真的很難 即是我們這些 做子女的 說就容易 就說現在的父母 應該怎麼做 自己真的做起父母 就一身矮 所以說 不單止 子女要站在父母方面 想想 有時候父母辛苦 這些我們都知道 父母有時候站在我們這邊 想 其實有些子女 所以我不說全部 即是都會有做子女的 是有孝心的 都會體會到自己做父母的 那麼辛苦 都會慢慢慢慢改變 那我就不說那些沉迷 沉迷那些 可能有一些 就是他永遠改變不了 那就真是你求他大了 就是阿彌陀佛 什麼都來了 還有些 其實可能他是一刹那 還沒想通 他又覺得再打多一刹 有父母 對不對 有什麼所謂 一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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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刹那想到這些問題 有一類人就是這樣想的 他就覺得因為他是家長 那些子女就一定要聽他說話 但是那些沉迷的 大多數都是這樣的家長 那就是因為 小孩子還是一個小孩子 大人說話你不准插嘴 我想話你不准想 就是我們不同 那小孩子自然不喜歡聽教 因為你實在對他根本就沒有什麼尊重 是完全要尊重他家人 因為是孝順的 那你要是 要遷回家長去遷回他 要反過來遷回他 但是 因為那些人就覺得 我是家的主人 你要聽我說話 有一類人是這樣的 所以就會整理他沉迷 連那小小的信心都沒有了 好像 有一個人失敗了他的任務 他就很想要他媽媽來鼓勵一下他 去支持他 說你下次就可以做好一點 但是有一類人不是這樣的 是你做什麼 為什麼會失敗的 你是不是要多些補習 好 弄多百幾二百堂以上 那些人就會馬上覺得 嘩 我家人的鼓勵心都去了哪裡 那我寧願打機算了 你都不應該去到這樣的過份態度 那我來說 我跟兩邊都不同 阿約又彈出來了 阿約是比較正面性的 家長是比較正面性的教導 那 Ryan說的家長是比較負面性的教導 那事實上我這種人 不知道幸運還是不好 我們是基本上沒有教導可言的 基本上沒有溝通過 沒有任何東西 我可以知道 所以有沉迷打機 成長到家客 這麼正面的一個Gamer 完全是我懂得想的 嘩 你真是 所以我說我不知道 是幸運還是不好 幸運還是不好 我是不是應該鼓掌 鼓掌 鼓掌 謝謝 謝謝 說起來 其實我跟你的個案應該是很相似的 我自小的爸爸媽媽很忙 幸運我自己都比較自豪 自己懂得想 打機歸打機 讀書應該讀的時候 都會讀的 就算抱一下腳也會抱 然後自己又比較幸運 有時候真的覺得自己的問題 有時候你要找爸爸媽媽去溝通 不是要等父母跟你溝通 我覺得這一點我就做得比較好 很多問題像爸爸媽媽 真的是她硬頸 不是你去想 他們什麼時候會改變他們的態度 而是你作為子女 我覺得現在很多人應該有這個條件 去作為子女自己做出色一點 那爸爸媽媽覺得你OK 有本事 那你嘗試去說服他們 跟他們主動去溝通 我覺得這個辦法是比較好 因為畢竟我爸爸媽媽的意見 都是很封建 很強硬的 現在慢慢慢慢說到 真的很通情達理 我這個極度負面的教導 就覺得這個實在太正面了 那是因為我很負面 那我呢 就有一些這樣的感覺 就是我爸爸媽媽不理我 這樣的感覺 但是根本他們很理我 很疼我 很疼我 那我就知道了 所以就是自己的問題 那我呢 就是我十四歲的時候 經常被人刺 學校有刺 我又要去見家長 周圍都經常做 因為我實在又要走堂 但是走堂的時候 我說很多謊話的時候 什麼都不理 一覺得煩 我就去打遊戲 誰煩我打遊戲 再煩就通宵機 那我覺得 我完全是沒有什麼溝通 不過如果一溝通 我又覺得煩 然後要溝通下去 就會被人刺 我們這些Asian family 一刺一樣的東西 就把其他東西一起刺下去 不會只刺一樣的東西 那麼少 那我就覺得煩那一頭 哎呀你刺了 你贏了 我去打遊戲 那因為你只要刺多五分鐘 我就可以去打遊戲 那我就不理你了 有你贏了 對呀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不單止現在做父母的 要懂得怎樣去聆聽自己的子女 做子女的都要學會去聆聽父母的心聲 因為父母永遠都是為自己的子女著想 Wian 剛才你說的東西 那你覺得自己有什麼問題呢 都幾有問題的 但是你要想一下我們 不是只想一下你自己 但是如果我只想我自己 也會糟的 那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我就是一美望向我 不理其他人 那都幾失敗 根本我是看別人做些什麼 然後去想另一個方法去做那樣東西 但是別人是完全明白 我就覺得我弄一批很奇怪的東西出來 例如呢 例如 就說 讀書 你喜歡 study 然後全部group在一起來想 然後brainstorming 這些是什麼 我覺得實在是太過煩了 那我就會走哲經 我上網 但是我上網的時間實在太小 因為我是不會找朋友出來去讀 那最多我的分是拿C的 是永遠都拿不到A的 我差不多 如果我是不喜歡那個4的話 那 但是我就是做了這件事的動作 就是被通家一起唱衰我 說我 那些東西 那我就完全沒有什麼信心了 那我沒有什麼信心之餘 之後就會被家人剷 因為我拿的成績那麼差 那之後就會令到我就是打機了 打機實在太好玩了 沒有人煩到我 那你會不會想到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救自己呢 如果要解救的話 就是要去找一個真是跟你適合頻道的 但是又要她是bright side 因為跟你適合頻道大多數是負面的 都是 但是要她適合頻道 然後還要正面的 因為如果不是你大多數說的私隱 是不會拿得很多我 拿到20% 你拿不到他100% 因為我試過跟一個極度負面的人說話 我說正面她是不理會我 我說負面她才會理會我 有時候像我父母說 說是這麼說 我不知道她們真實的想法 她們就說 你努力就可以了 你盡力 你成績怎樣也沒問題 只要我們看到你努力 就是說我們做子女可能聽習慣了這些 有時候聽聽聽 你拿到成績不好的時候 她們又黑黑黑面 其實這些沒有問題 我覺得你自己真的有努力的話 你父母見到 他們真的不會怪你 最多說 那沒辦法 因為真的有些人不是讀書的 有些人讀書不厲害 但出來做事很厲害 有些人讀書不厲害 但不代表出來做事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自己一定要 為自己的想法負責任 就是自己多為自己著想一點 就正如你剛才說 如果你努力 那別人家人就會覺得你OK 但有些人總是覺得 因為產業的時候 你是有盡力過的 但別人不知道 我覺得這些總體來說 都是思想問題 看你怎樣想 盡力了 他覺得你是沒有盡力過 我試過見過我朋友盡力去做一個測試 但他最後拿的 是一個C加 他被他家人刷到瘋了 他是盡力了 但其他人拿到A 他就完全不明白為什麼人家拿到A 然後他家人就刷到他 所以說他 為什麼人家拿東西拿不到的 那他就回答他 他媽媽說 因為我們想的東西不同 人家聰明一點 我們全部人不是一樣的 那他就被人刷完之後 他這樣回答他 他媽媽更加生氣 就把他什麼都拔掉 又拆掉他 骨子的類 什麼都有 說到這一點 我就想向現在的父母提一些建議 這個都是我自己的心聲 就是人比人比死人 有時候不要拿自己的子女 和其他人的子女去比較 因為有時候可能真的每個人不一樣 他可能真的讀書方面是厲害 或者是這一方面厲害 你不要拿別人厲害的方面 和你兒子不厲害的方面比 你要就公平一點 比如說你學習和他學習比了之後 你就找你自己的子女的強項 和他的子女的強項比 那如果別人又是比你兒子厲害 OK fine 那不可以只是覺得自己的子女有問題 可能是你教育 或者是引導方面有問題 所以說這些東西 不可以全部賴一方面 大家一定要互相尊重 就是好像網上比較瘋傳下的諷刺的一段說話 就是說 學習最厲害的永遠是別人的小孩 那些什麼 運動最好的永遠是別人的小孩 事業最成功的永遠是別人的小孩 就是我好像一事無成 我是一無所用的 好像舊垃圾 被他們給到 搞到我喪失信心 我沒有動力 沒有衝勁 就是最漂亮的都是別人的老婆 因為你找的全部都不是同一個人的 你永遠都是找不同的人去比較 這個兒子 或者女 就是家長的期望太大 他沒有理由指望自己的子女是全能 全才來的 我總是有些地方是不行的 就是說你不要說 拿自己和子女比 不要說 你看你爸爸媽媽多優秀 你想說你可以要求你子女 如果你達到這樣的要求 但是你要知道 未必比以蓋辭 他們這麼優秀的人 他們的子女都會這麼優秀 換句話 如果沒有他們爸爸媽媽這樣的幫助 他們是不是真的可以這麼優秀呢 這個問題真的值得深思 其實成功的人 不是100%靠父母 其實都是要自動自覺的 那為什麼一個人會成功呢 就是因為他會擔起自己的責任 就是不會推卸給別人 一個失敗的人 就是會經常推卸責任給別人 那好像York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為York的爸爸媽媽 就不是經常可以理到他 那他就可以自你更新 就會自動自覺做到他的事 阿York 你在那裡暗爽些什麼 明讚我 你說我不爽 給我錢 那Ryan 那你家人關不關心你 狠 狠關心 Ryan 你覺得這個個案怎樣 其實我頂完我媽媽10至5分鐘 那我就可以去打遊戲 那我就覺得不對 那我完全沒有反省過 我媽媽說完的任何一句話 我只知道 只要我頂完她這些廢話 我就可以馬上飄回去做我什麼都可以了 那這個就是比較失敗的例子 我希望小朋友或者打遊戲的人 當你被家人罵的時候 你不要100%關注在大機上 都要消化一下你媽媽說的事 就不要像你媽媽跟你說話 你就自己關燈 什麼都不用聽 打算他罵完你就算了 然後又不理 再重複再犯錯 沒錯了 就是因為這樣 你要去好好反省一下你家人說的事 之後就不要重複犯錯 還有好好消化你家人說的每一句話 因為每一句話都會帶著每一個含意 而當然每一個父母對你都是好的 不會對你壞的 那就是你要自己反省一下自己的錯 還有要改過的 那就不會重複犯錯 那很感謝今天的三位習男為我們 提供了很寶貴的意見 可以提供給家人、子女去參考一下 那大家就聽了那麼久 其實就是說 不是 兒子或者女兒打遊戲就一定是他錯 可能是媽媽缺乏溝通 令兒子要這樣去逃避 或者這樣令自己開心 不是說兒子一定是適合媽媽 錯了 其實可能是媽媽說得對 但小孩子未必會聽 所以大家就互相體諒 那如果大家還不記得 就聽多次這個節目 你又記得了 那今天就很感謝三位習男的寶貴意見 希望下一次如果有關於習男的問題 我們可以再邀請他們上來我們的節目 多謝三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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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接我了 今天很感謝三位宅男的寶貴意見 希望下一次呢 希望下一次呢 希望下一次有同樣的問題 有其他關於宅男的問題 希望下一次如果有關於宅男的問題呢 我們可以有請他們 再來我們這個節目上面 再邀請他們 上來我們的節目 我都想唱 再邀請他們 唱下一個 再邀請他們 上來我們的節目 再邀請他們 再邀請他們上來我們的節目 再邀請他們上來我們節目 兩個小神仙 我們的節目不是兩個小神仙 我們就說我們 我們的節目 你不用加東西了你照抄 你照抄吧 再邀請他們上來我們的節目 要說甚麼 你照說你照學 再邀請他們上來我們的節目 再邀請他們上來我們的節目 要做highlight啊 这个 然后拜拜啊 多谢三位 好了来吧 1 2 3 拜拜 多谢三位啊 多谢三位的拜拜 拜拜 1 2 3 多谢三位 拜拜 拜拜 拜拜